凤凰是我的恩人 之前我在参加央视的节目的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 其实都有曾老师的教导和他的影子 保时导就凭什么被分为体制内rapper 心里进党创作的一百 铭记百年沧桑 展示正容岁月 用旋律飘扬世纪赞歌 广州青年战役主题曲声 由中南山亲手提字 声意味着宏大青年就是祖国的希望 从困难中然然生起 老舅和曾毅联手演绎的直音者 唱出韩语笔下友情 两位央视运用西装rapper的合体 应了那句千金一得 知己难求 比凤凰传奇写的山河图 看成互相重就 只有凤凰传奇能唱出 祖国山河的大气磅礴 曾一躺着赚钱的好日子 被老舅一手掐断 出征是老舅为2020年冲在抗议一线的英雄们所作 搭配凌花气势挥宏的嗓音 现场版本更是听得人头皮发麻 直接把说唱拔告到艺术的级别 对话柳宗元的国风说唱江雪 用带有中国气韵的修行刷新了中文说唱的新高度 改编王昌宁的编塞是从军行 仅用一个舞台就呈现了一部史诗 河南中秋晚会一封家书 感动了无数外地工作的游子 此外带着早安莲花登上央视现场的京师生春 唱出古话李老北京的风土人情 七夕与摩小乐摩小歌畅想的李青年 继承华夏之礼 传承千年文明 一身正气 一心美国才应该是明镜英勇的样子 能怪老就为一为 说唱路里走的最正的ropper